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营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乐 我是KPMG社会企业服务团队的Elaine KPMG2022年发布第一本 串联产官学协力的风险大调查 在人人关注社会风险的环境之下 我们应该还要注意哪一些警讯 才不会后知后觉 必须抢先一步掌握潜在的风险呢 那经历全球新冠疫灾之后 今年则是全球在封选举 有高达70多个国家进行选举 那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全球风险报告也指出 假消息的散布已经成为 今年风险排名的第一 反观台湾这两年的风险 是如何变化也是令人好奇 那针对上述的议题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的专家 来跟大家聊聊 首先是KPMG安侯永续 黄振宗董事总经理Niven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新年快乐 龙来厚文 我是KPMG安侯永续发展 顾问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振宗Niven 大家好 欢迎Niven 好以及我们另外一个好朋友 也是我们团队成员之一的 张凯柔副理 各位听众朋友 新年快乐 我是凯柔 好欢迎两位 那今天我们要针对的是我们有关社会风险议题来做讨论 那其实2022至今全球发生了许多只有变革性的重大议题 比如像是我们知道的物恶战争 以及尾巴战争 地缘政治的关系跟经济的影响 那还有就是me too风波 其实之前也是引发非常连串的新闻事件 那这都是全球性关注的性别议题 还有AI问世之后 像TripGPT 它其实对我们生活上有很多便利性 但是其实也衍生了许多资安的问题 那上述这些问题 它是呈现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冲击 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部分 那其实在2022年 KPMG发布了台湾永续风险大调查之后 其实我们也在当时疫情当下 我们也是迅速邀请了32家的NPO NGO以及工协会的组织单位 跟我们一起成为倡议伙伴 在这当中呢 针对第一次的调查 我这边也想要请Karo这边来说明一下 关于我们之前的调查重点是什么 以及这些倡议伙伴所扮演的角色 跟影响又是什么 在2022年的调查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个警讯 第一个是有七个风险是 大家普遍认为社会资源投入比较不足 而且产业也不知道怎么应对的 这七个风险 而这七个风险将会在十年内 影响超过一半以上的台湾人口 这七个风险分别是 经济不平等 缺乏居住正义 少子化 陆域生态破坏 海洋生态破坏 自然资源枯竭 还有通货膨胀 而对于产业界而言 他们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 自认为自己还没有开始应对这些风险 或者是说他们期待能够回应风险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做 而背后的关键呢 分别是不太确定怎么样去制定 影响力达成的目标KPI 或者是说比较缺乏经验与人力 去设计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把视角再进一步转到 使命型组织的身上 使命型组织指的是社会企业 非因力组织或者是合作社 他们在台湾社会里面是第一线 在回应这些社会还有环境议题的 而使命型组织他们看到的痛点 主要包含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 跟拥有资源的人去达成影响力目标的共识 进而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而如果把目光转回每一个个人身上的话 在2022年的调查里面 发现只有20%的受访者 认为个人应该负担起 去回应这些风险的主要责任 其他人则是寄望政府企业还有媒体 去回应这些永续的风险 是在这样的趋势 其实也可以看到在各个之间经验论坛 或是其他的有些报告可以看得到 其实在近两年当中 其实有蛮多的风险 陆陆续续都开始被显现出来 像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当中 其实也看到有10项的风险当中 有6项就和社会风险是相关的 所以也想要请教你们 在文化上是经理健康恶化 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 高龄化少子化等大众 比较关心的社会议题当中 您怎么看待目前台湾面临的社会议题 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在我们农历农年的春节之后 跟朋友们聊聊台湾社会风险的议题 我想有几个很重要的前提 我们大家在过去这几年 都已经深刻感受到几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就是我们住在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 这个地球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的概念就是你影响我 我影响你 所以台湾会受到日本影响 日本会受到马来西亚影响 会受到美国影响 所以大家彼此之间的连结跟互相 会产生间接直接的冲击的频率 也越来越高 这越来越高 背后也有一些相关性的因素 所以第二个主要就是看到 在世界越来越小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就看到很多会带来 彼此都会受到严重冲击的议题 比如说气候变迁的议题 那这个也是不可预测 但是它会带来很大冲击 然后我们也看到 人类走到今天2024年 人口超过80亿 每天眼睛张开就要吃喝 所以我们会面临粮食 资源 能源 电力不足 甚至干净用水 我们说人可以一个礼拜不吃饭 但不能一天不喝水 更不可能超过一分钟不呼吸 所以全世界的空气 如果污染性越来越严重 这也都会带来非常大 无国界的一个 链锁性的一个冲击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就是 我们必须要关注 刚刚一链所提的世界风险 我们当然更要关注 我们居住所在国家的周围 像亚洲的风险 那更关键的就是要关心 我们台湾的风险 那当我们面临了越来越多 不可预测 可是都会造成连锁反应 大冲击的议题 我们希望今天可活 明天继续要可活 明年十年二十年要继续可活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非常迫切的需求 我们要更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 我们要更了解 可能会带来链锁反应的议题 那知己知彼 我们才有机会对这些议题 开始了解它背后的原因 开始寻找能够让它好好处理的解答 那重点最终的结果 是希望我们社会里面的各种阶层 都可以在这些 可能没有预期之下所产生的冲击 我们有机会可以让社会被打趴 很快可以站起来 这个叫做任性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 应对准备的解方 那让我们的国家社会 在面临这些议题的时候 有更充分的准备 来因应这些议题 所以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调查 也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了解 我们目前迫切短期 那么长期可能潜在的议题 所以当这些议题都可以逐一被厘清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调查出来的资讯呢 就可以做更多充分的讯息扩散 讯息扩散如果被大家接受 它就会带来一种认知上的提升 认知上的提升就有可能会驱动一些解方 可以在比我们更可以预期的时间之内可以到位 那换句话说 这就可以让我们台湾的社会 有更高可以提高我们任性 来因应这些越来越多不可预期 但是都彼此交叉性会产生复杂冲击的一些风险 那最后我想就是说 在60年前呢 台湾我们是 我们是把Risk R-I-S-K 翻译成危险 那后来大家把它改成一个比较文雅的名词 叫做风险 我也常常问了很多朋友 你觉得危险跟风险 哪个比较危险 结果大家都说 还真的是危险 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 现在这个调查是让我们能够更有机会 系统性的能够去理清梳理 同时能够让大家了解 什么样的议题会对我们带来更不可预测 可能会带来冲击更大的危险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危险的理清 能够寻找到可能可以降险 避险的解方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 KPMG做这个风险大调查最重要的目的了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 确实我们要怎么样从看见到预测 预测之后怎么样去回应跟因应到最后的解方 这也是我们在大调查之后想要跟众多的厉害关系人来分享的一间一个角度视角 那这边的话就会想要请Carol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今年我们的大调查有哪些很值得期待的重点 我们的这个勇士风险大调查是两年一轮 分别是报告书发布的调查年 还有来回应勇士风险找到解决方案的行动年 那在调查年呢 我们会搜集不同的厉害关系人对于各种议题的想法 包含去了解使命型组织在第一线观察到的社会跟环境痛点 还有产业界最新的回应方式 以及每一个人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那在行动年呢 这是如刚刚黄总所说的 我们会去找到好的解决方案 把调查的结果推广出去 集结倡议伙伴来共同分享一些新的solution 并且去促进工商团体一起来采取行动 而无论是调查年或是行动年 我们这个勇士风险大调查都希望可以对企业 使命型组织还有学界提供价值 对于企业界来说 可以透过这一份报告更清楚的了解 哪些风险是应该被注意但是还没有注意到的 并且去做超前部署 对于使命型组织来说 这份报告可以作为跟资源方 还有跟社会大众沟通的桥梁 去让第一线的洞察被更多人看见 而对于学界来说 则是希望可以促成更多同温层以外的交流 所以无论听众朋友的背景是什么 关注哪些议题 其实都有机会在大调查的过程里面 找到参与的角色来发挥你们的力量 推动这个大调查的目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希望各界可以透过这样的报告的产出 来了解面对的风险有哪些还是未知的 那避免会有什么黑天鹅或是灰犀牛的产生 那因此我们也期待有足够的时间 能够让这些风险议题被发酵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们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可以号召所有的伙伴 一起来共同做这样的一个永续的推进 那其实这边也想要请教一下 你们在永续发展的路径里面 发展这么多年的路上 看待这份大调查 其实为国内社会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讯息 要给企业 我想就诚如刚刚前面 也包括Carol所提到这个调查的特色 那我们其实都非常的了解 从过去几年我们也见证了新冠疫灾这样子的议题 其实它会带来这个连锁性的反应 所以很多的风险它并不是各自独立 其实它一旦发生 它会带来很具有威胁性的一个骨牌效应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骨牌效应当中 我们其实是需要做更多的串联性 整体性 还有需要透过社会各个阶层 大家共同的合作 从认识这个议题 辨识议题的原因 找到可能可以降低议题冲击的解方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大调查 它变成是我们一个很重要 去做这个议题倡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元素 那另外再来就是谈到 这次我们也结合了很多这个各种不同的团体 那不同的团体主要代表 他们也提供给我们更充分的视角 来解读就他们所认知 环境面 社会面 经济面 各种不同的议题里头 那一些是已经被感知到 对我们台湾会带来很多连锁性的反应里面 它具有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那刚刚Carol里面所提到 在过去我们所做的第一年的报告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大家回应的一个分析结果 呈现就是千错万错都可能是别人的错 所以换句话说 有超过八成以上的人认为 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责任并不是在自己 那如果大家都这么说 最后我们可能就是全部的人都在将刚里面 就走向死胡同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现象 仍然持续存在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更多利害关系人的合作 除了加强我们能够有各种不同的视角 来让多元的观点进到这个调查里头 很重要也希望将来出来的结果 可以透过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可以传播到我们社会的不同的领域 包括商业工业 也包括使命型的组织 非营利的团体 学界的团体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传达给我们的政府 或者是更多其他相关手上 拥有资源的一些对象 那第三个呢 也就是说很多的事情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一起来耕耘 浇灌一个可以因应这样风险的解放 他所需要的资源的确是庞大的 那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资源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具有客观性的依据 我们才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载具平台上 能够用比较理性的方式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视角跟相关的直信量化的资料 能够让各种不同利害关系人继续去善用这些资讯来作为各种因应避险降险的作为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参考依据 所以以我们安火建业联合会计师述所 永续顾问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角度 我们也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客观资讯的提供者 让社会大众各界工业商业或者是资源的拥有者 甚至社会福利非盈利的组织都能够奠基在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基础之上 然后呢 以他们各种不同利害关系的角度 能够去采取有效的行动 来进行真正实质社会风险的降险避险的效果 这就跟我们在谈到气候变迁的议题是同样 如果我们不能够真正实质改善气候变迁带来的冲击 那就代表就是我们的减碳节能各方面其实都是空的嘛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做了这个社会风险大调查 出来的结果 我们最后不能够改善这个风险冲击的状况 那它的效果仍然一样是归于零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所想要期待 我们只能够预测未来的风险更复杂 然后它更不可控制 它带来的冲击会程度会更大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大调查 能够耕耘出一个更好的动能 也就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意识被提升 更多的行动 降险避险的行动被采取 更多有效的解放能够被开发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真正能够降低这个风险 那这样子我觉得台湾实力 台湾未来的永续力 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能力 就会随之提升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最后最终的一个目的 好谢谢你们 那我们如何带动各个厉害关系人 去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思考 那也会回应到我们这一次的设计 整个调查里面的一些问向 那所以说这边也请Kara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大调查的设计 这一次的大调查我们预期 可以得出几个不同的结果 从总体而言来看的话 我们会知道说 今年的这个风险项目的排名 相较于2022年 是不是有受到地缘政治的变动 全世界的选举还有Cov-28等等 就是在全球还有区域的重大事件影响 而有一些不同或是有一些变化 那除此之外呢 针对产业面 使命型组织还有个人 我们也都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想法 在产业面呢 我们知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关注ESG并且去投入资源 但是环境社会还有经济 还是持续的在变化 而大家的投入是不是真的对阵下药 还是只是跟风流行 投入的过程里面又面对到哪一些挑战 是我们今年希望关注的重点 针对使命型组织 在台湾创造了非常多的社会 还有环境解决方案 但我们也知道在燃烧热情的路上 必然存在一些看了会有一点惋惜的现象 或者是说一些需要突破的难关 所以在今年的调查里面 我们除了可以去看见使命型组织 对于议题的洞察 也希望一起思考 还有哪一些合作的角度 可以让不同的组织一起发挥纵效 把影响力扩大 而回到个人身上 一个共好共融的社会 必然是由每一个人所一起来创造 一起组成的 所以从大家平常在分享的资讯 再到每一个消费的选择 有没有机会也为回应这些永世的危险 付出一点心力 也是我们希望一起探讨的地方 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在做这份报告 希望的不只是一份书面的产出 而是希望去创造一个交通 还有交流的平台 让不同类型的组织 利害关系人可以一起来讨论 怎么样让社会更永续 更有韧性 对刚刚Kerry有提到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共同的平台 让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或是伙伴可以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倡议 把倡议化为行动 那这部分也是提到 倡议伙伴的重要性 所以今年我们也是串联到 非常多的倡议伙伴们 我们从去年32家 到目前大概有40多家 买上50家的加速前进 也是希望可以南瓜 更多有关环境 社会经济方面议题 呈现更多元的面貌 能够把这个大调查做得更完善 也希望把上次跟这次 比如说像是有缺乏的议题 可以容纳进去 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比较大的重点 那同时我们也欢迎就是 各个伙伴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倡议的行动 那不管是推广 或者是一些办理一些活动 也是希望可以唤起大众 还有产业界的关注 持续发酵 那这也才是我们做这个大调查 最后的终止的目的 那最后也想要请教你们就是 我们也知道你们在 COP28等国际活动 还有长期陪伴政府 以及产业单位 发展永续政策 那在这些方面上呢 社会风险议题如何能够拥有前瞻的视角 去看待这些问题 因为我们也知道2024TIFD TXF系列也要问世了 那是不是有哪些因应 或者是需要先准备的一些议题 好我想这边大概在跟听众朋友分享的 就是我们已经大家都耳熟能详 永续发展的议题 其实包山包海 那最早的时候呢 主要还是来自环境跟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 所以又衍生了包括气候变迁的公约 也包括物种多样性的公约 也包括臭氧城破洞的蒙特罗伊丁苏 还有这个有害废区跨国运输的巴塞尔公约等等 从环境面议题带来的这个冲击 的确在过去30年应该是说 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呢 又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反省 然后呢反映在很多的行动解方 包括产品服务的设计 那这个大家都已经逐渐看到了 很多这方面的法规就跟着就出来了 那么传统的经济 当然我们从过去150年来的资本主义 从过去的利润极大化 然后呢成本尽量降低 希望能够满足股东权益 但是走到今天结果发现就说 环境不能随便破坏了 资源要有效利用了 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就是我们过去真的不是那么熟悉的 也就是在社会面的议题 如果相对环境面的议题 我们说我们现在晓得暖化到什么程度 二氧化碳的浓度到什么程度 代药性的浓度到什么程度 有一些有毒的化学物质 在食品里面成分涵盖到什么程度 我们就会对身体是有害 可是我们不知道 社会面的贫富落差到什么程度 低薪到什么程度 老年化到什么程度 少子化到什么程度 会对我们的社会经济无以为继 甚至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 它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社会面的议题就跟着越来越重要 它最终比如说我们的人力资源越来越短缺 它就势必会限制企业经营的发展 没有人就没有人才 没有人才就没有办法再去做创新开发 甚至业务的推展 所以从气候相关的财务冲击 对一家盈利或非盈利的组织来讲 其实这个已经得到很多 大家觉得 对 绝对气候变迁 极端气候天灾 这些都会造成很多的财务损失 可是社会面的议题 少子化老年化等等 或贫富落差 或社会两极化 甚至性别不平等 教育品质变很差等等 这些到底对企业或国家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经济面的冲击 财务面会带来什么样的效应 这个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去好好的去研究 那所以刚刚主持人Elaine有提到了 这个TIFD 也就是社会患不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 这样子的一个延期呢 国际上也即将要推出一个潮案的架构 也就是会延续的从气候变迁 节能减碳 然后到自然资源的冲击 水 电 木材 粮食 这些我们已经都逐渐了解 它对我们的社会经济都会带来很实质的财务面的影响 那社会患不均呢 就是两极化等等这些问题 到底它对我们的冲击是怎么样 所以国际上现在也推出这个架构 所以这里头就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就是我们看待社会面的问题 已经不再只是慈善公益 而是它真的对我们的可持续的发展跟经济发展 个别企业的发展 未来的产品跟服务 甚至可能的获利能力 都会造成非常实质甚至重大的效应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必须要去把它做估算 衡量 然后同样的也要开始去思考 那怎么样可以做改善 所以这样子的议题 跟我们做这个社会永续的风险大调查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也就是希望能够把 真正我们台湾社会里头最重要 整个永续发展的风险能够把它做一个理清之后 我们就必须要延续的去寻找 那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认知准备好了吗 风险开发好了吗 整个政策架构友善了吗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大家在这个议题上面有致意同 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了千错万错都是别人错 现在变成说千错万错大家都应该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 它就不只是佛心来着 而且它是真正能够带来给我们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曙光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前瞻性 我们所做的努力还真的是为我们未来的下一代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现代的自己 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重要将来可以奠基在这个调查出来的结果 那么要往哪个方向去走 就变成是大家都需要有致意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之后 变成是解放的一部分 谢谢你们跟Carol今天的分享 其实今天听完整个大调查架构 还有就是有关未来即将问世的TFD的草稿 跟我们的大调查是息息相关 我相信这个在企业或者是实密型组织 以及个人对这份报告来讲 其实最后都是很有参考性的价值 这也是我们KPNG一直在希望可以在资本市场上 可以有些贡献 还有就是提供说不同的solution解放给大家 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本集我们的资讯栏下面 会有一个连结 请大家进去填写 那让我们可以收集大家的回应之后 可以共同产生这份勇续大调查的报告 KPNG之心 让我们共同未来的特辑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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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